欢迎收看迷离时空1959第一季第28集 走出桃花园 即便深夜了 男子雷迪还在努力的工作 这是雷迪唯一做过且拿手的工作 说的高大上就是小偷吧 很快警察接到警情就锁定了雷迪的位置 慌乱中雷迪抛弃金银首饰赶紧逃命 运气也很差 拐进了一个死胡同 雷迪最后再拿枪反击挣扎一下 那警察也是不客气的 直接开枪把雷迪击毙了 本以为雷迪就这么挂掉结束了人生 可另一段神奇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一个穿白西装的老伯叫醒雷迪 自称是雷迪的导师很了解雷迪 当老伯爆出雷迪喜欢打扑克排酒美女的时候 雷迪就反问您到底是干嘛的 那老伯说您提什么要求我都能满足呀 而且是免费的 雷迪不信了 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有免费的东西呢 那你把你的钱包交给我上面一下 老伯说行吧 你要美金我也能变给你 拿到这么多美金 雷迪干脆跟着老伯去看看到底搞什么鬼呢 老伯把雷迪带到一处豪宅 说这里就是雷迪的了 参观了半天换了一套新衣服 坦白讲雷迪还是有些质疑 自己当小偷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干的都是坏事 没道理得到这么好的待遇 也是怀疑食物中下毒了 雷迪干脆拿着枪对着老伯就是几枪 可老伯刀枪不入 看到这个场景雷迪也想明白了 哦这里是天堂啊 我是来享福的 老伯您就是我的守护天使啊 抱歉我误会您了 我是有愿望的 您先给我变一百万美金吧 有美女的话也先变一点 老伯就真的给雷迪变了大量的美金 还召唤了几个爵士美女 雷迪和美女热舞庆祝 没想到自己当小偷也能上天堂享福 之后雷迪就来到赌场好赌过过夜 由于老伯帮忙 雷迪基本上是把把赢的 在赌城能赢这么多钱 就连临走前走到老虎机前 随便投个币都是中的特等奖 这种开心快乐雷迪从未体验过的 把这些钱送给美女们 美女们也是服服帖帖的 回到家雷迪就问老伯 能把我其他的哥们叫过来吗 您看看这三个美女房间等着 到时候我们来一场愉快的多人派对 老伯说我得解释一下 这个地方只有你一个人能享用 其他人来不了这个维度的 那雷迪还是有疑问 不应该吧 您看看能不能查查档案 我做过什么善事吗 我何德何能能享用这些东西 那老伯就带着雷迪来到天堂档案馆 翻开档案一看 雷迪1923年生于纽约 6岁杀过狗 7岁开始偷玩具 8岁混进街头 9岁偷自行车 这确实就是雷迪啊 也没干过什么好事 也不管这些了 既然来了还是继续享受吧 但几天之后 雷迪开始厌倦了 每天重复的生活 到赌场就是把把赢 已经没有最初的开心快乐了 和美女们打打扑克 雷迪说这生活也太没意思了 那美女就眼神暗示 不想打牌没关系 我们继续做一些羞羞的事情呀 雷迪也烦了 D是跟不完的 想累死我这头牛吗 都给我出去吧 把美女赶走后 雷迪就召唤老伯 也很简单 您看看能不能不要 起伏我赌博能赢 赢多了我也是腻的 老伯说 哦啊可以的 我可以让你输啊 你想从操就业当小偷 我也可以安排一场抢银行 雷迪说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这些都预设好了 很没劲啊 都知道结果了 再去做很没有意思 还有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我一个小偷 为什么要想这种服呢 坦白讲胖哥 我这种人应该下地狱的 我出去看看地狱怎么走 可就在这时老伯对雷迪说 你以为这里是哪里啊 这里就是地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